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姊妹們 我們實在是非常的喜樂 來到這一篇非常奇妙 而且又非常有供應的一篇 講道知道我是耶和華 那按照我們的觀念 總是認為在這個講道主的恢復神 這個生命的恢復的 這個以西結書33章 一直到這39章的這樣一個範圍的裡面 我們壓根而實在很難想到 會有這一篇的結經讀經的產生 我們可能認為講到說 這位耶穌他親自來做這個尋找 這個私迷的羊的這個牧人 或是他在我們裡面呢 放了一個心心和心靈 又把他的靈放在我們的裡面 講到呢 他向我們吹的那一口氣 我們這一般的枯骨 就要成為極大的軍隊 這我們一看都知道說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沒想到呢 這一篇的篇題呢 卻講到呢 我們需要來知道這位神 他是耶和華 Amen 這如果是我再來編寫這個結經讀經來講 我就不會想到有這樣的一個結經 Amen 但是實在是主奇妙的帶領 在弟兄們的身上呢 看見了這一個可能會被人忽略 但是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結經 Amen 講到耶和華神我們都知道 但是我們是不是真的認識知道耶和華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這篇的信息呢 要把我們更深的帶到知道認識耶和華 Amen 這從這個以西結書裡面呢 他用的這個詞 講到知道我是耶和華 有64次 特別是在這個以西結書的33章 一直到39章 在我們這篇信息裡面呢 所引的經結 我這邊列在這上面 這每一結後面呢 都說到說 知道我是耶和華 知道我是耶和華 神巴望呢 將他自己呢 啟示到他的子民中間 甚至全地的人 都需要來認識這位耶和華 所以在出埃及經裡面呢 他是先向摩西 來啟示 他是那位耶和華 藉著呢 還要藉由摩西呢 將這位耶和華呢 帶到以色列子民的中間 使他們也能夠來認識 這位神 他是耶和華 最終呢 這個外班的列國全地的人 都要知道 他是耶和華 Amen 我們不知道 我們到底是聖言者 還是以色列的百姓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需要 知道 神是耶和華 Amen 所以這邊 這經結地帶上面呢 都說明了說 以色列人 他們聽過這樣的名字 我相信他們也知道 但是神為什麼在這裡呢 還需要藉著聖言者 以希捷呢 向這個 以色列的子民 來啟示 他是耶和華 就表示說 知道是一回事 這邊所謂的知道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盼望我們這篇的信息呢 都能夠使我們 更深地來認識耶和華 講到這個神的名 耶和華 他是整本聖經裡面呢 啟示最常用的這個神的名的名字 耶和華 但是呢 真正在講到初埃及記 在這個三章十四節 這個耶和華神呢 向摩西啟示 他名字的意義的時候呢 在這之前 和這耶和華神 這個名字有關係的 有兩 比較有兩個 一個講到以羅興 在創世紀一章一節 那邊說到 神創造諸天與地 這邊呢 用的這個神的名字呢 就是一羅興 講到是他為那位 那強有利者 所以神說 要有關就有關 這講到創造的這件事上 他造物的這個事上的時候呢 他啟示了 他是那位那強有利者 他是一羅興 講到神與造物之間的關係 Amen 但是 在創世紀十七章之後呢 神 向他所 他所拣選的那個選民 亞伯蘭顯現的時候呢 他不是用這個 以羅興的名字 他說他是一位全主的神 Amen 他要赤福亞伯蘭 使亞伯蘭呢 行在神的面前呢 是完全的 那到了二十八章 他又向以撒呢顯現 他講說他也是那位全主的神 他要使他呢 繁衍增多 成為多主 到創世紀三十五章的時候 這位神呢 更向亞伯來顯現 他也說他是那位全主的神 他要祝福這個亞伯 他說你們要繁衍增多 成為多主 而且要成為一個國 並有多名從你而出 甚至有君王從你的腰中而出 這樣呢 對這個亞伯拉罕 以撒和亞伯的祝福 和這樣的應許 這邊呢 神他所啟示的 他是那位 伊勒撒旦 伊勒的意思呢 就是大能者 撒旦的意思就是 胸部或乳房 表徵他是富足 豐足的 所以這位神呢 他是全豐全族的大能者 他向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顯現所啟示的 他是伊勒撒旦 他是這位全豐全族的神 他要賜福給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並全呢 要向他們有一個應許 要賜福給他們這塊美帝 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 但是很可惜的 在亞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 他們在世的時候呢 卻沒有得著那塊真正的美帝 這要在他們那個 他們的後代 寄居在外班地四百年之後 藉著摩西才帶領他們呢 要回到當初神所應許 給他們的這塊美帝上 所以講到伊勒撒旦的時候呢 講到這位神 他與我們是發生一個很大的關係 主要是他是我們的共義 他也對我們有這樣一個應許 Amen 在提到這個耶和華這個名字之前的話 剛好在水深之處的福音網裡面呢 有篇文章是講到神的名字 耶和華的由來 那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 放在這一張的這個投影片上 講到 照這個希伯來文的聖經裡面 這個神的名字並不是耶和華 他原來名字叫做亞威 他翻譯成就是我是那我是 I am who I am 那他主要是基於西伯來文的to be 這個是這個字構成 那他這個亞威這個字根呢 哈亞就是 只存在或完成 所以亞威這個字呢 在希伯來文聖經裡面所出現的 就是我們今天所讀的這個耶和華 原來的這個中文翻譯成是亞威 他不是翻譯成耶和華 但是因為後來 這個猶太人呢 這個實界裡面呢 由一條介命講到 不可萬稱耶和華 的這個名 所以呢他們為了 避免抵觸了 觸犯了 這一條介命 所以呢他們就把這個母音的部分都拿掉 變成Y H W H 全部都子音你就沒辦法念出來了 你就不會說觸犯了所謂的萬稱耶和華的名 就是母音都把它拿掉剩下子音的 那這個在神學上一個名字叫做 叫做四字神明 神的名字 但是到祖前三世紀到一世紀的 祖前一世紀的時候呢 希臘文的七十四譯本 把它改寫成 這應該是這個 就是肉煮的意思 那所以新約聖經呢 會根據希臘的這個 希臘的這個七十四的譯本 來引用舊約的經文 所以那時候這個字呢 就變成了這一個字 那一到中世紀的時候 這猶太的經學家來講呢 就需要把這個母音呢 再標註回去 所以又要提醒猶太裔的讀者 將神的名字把它讀成叫阿兜奈 所以還記得吧 所以以前我們在讀舊約的 我記得應該在荷西阿蘇的時候 那邊有啟示他的神的名字叫做阿兜奈 我去查一下就知道 叫阿兜奈 好 那一直到祖後一五二零年的時候呢 義大利有一個神學家 叫做Pittra Gallatinus 他就提出一個建議 就把這個的母音 阿歐阿 和這個YHWH呢交錯的把它排進來 好 那這個字呢就成了 亞歐瓦 好 就是現在我們所讀的耶和華 好 他的名字呢就從亞歐到最後演進到這邊的耶和華 好 是大家清楚了 如果說弟兄姊妹想要知道就可以去查一下這一篇 就比較清楚了 好 那這個耶和華這個名字 貫穿了整個的舊約 甚至延續到了新約 好 所以這個名字呢實在是一個不得了的名字 好 他和以羅心不一樣 好 以羅心來講是講到神和造物之間的關係 在創世紀第二章四章四節那時候 好 耶和華神 耶和華這個名詞 這個神的名就出現在聖經裡 但是呢 那時候呢 並沒有啟示這個名的意義 好 只有講到他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講到神如何造了這個亞當 如何從他的肋盤裡面呢 取出這個樂骨 好 建造了一個夏娃 好 講到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好 好 那接著呢 好 又再到一直到出埃及記三章的時候 這位耶和華神呢 向摩西來顯現 說我是你父親的神 是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好等等 甚至呢 他跟摩西講 說我要拆遣你 好 到以色列子民那邊 好 告訴以色列子民那邊說 我是你祖宗的神 是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拆我到你那裡去 到你們那裡來 好 那結果摩西就問 就告訴耶和華神說 好 如果我去 我告訴以色列子民說 好 說你們祖宗的神 這個 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亞伯拉罕的神 到你們這裡來 好 那我們就很清楚了 耶和華這個名字的意思是 我是 應該是講就是 是那個字 是那個字 但是是那個字呢 它這邊用的 原文用的是 未完成是 它不是過去式 它也不是現在式 它是未完成式 表示這個式呢 是 還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從已過的永遠 一直要進行到 將來的永遠 所以講到 這位耶和華神呢 祂是 我是 是 是現在嗎 不只 祂也是 以前 祂更是 將來 到 永遠 所以祂是 自有 擁有的 永遠者 祂也是 習士 今世 以後 永世的 永世者 Amen 好這邊講到 我是 我是 那我是 我是 你們除了去查英文 這個 是這個字呢 它也可以翻譯成 存在 所以意思是說 我是 就是我自己 我是 自有 擁有的一位 我不依靠任何其他的 我就自己 就是存在的那一位 我是 是 那我自有就是我自己 存在的 擁有意思就是 我是 永遠存在的 所以今天這位耶和華神呢 祂是 自己 就存在的 並且呢 祂是 永遠存在的 祂從已過的永遠 到將來的永遠 就是 不是 那既然 祂是 那我們這些呢 就不是了 也許現在我們是 但是以前我們不是 將來我們也不是 但是這位神呢 祂是以前是 現在是 將來也是 Amen 所以這位神 獨一的神 祂是 永遠存在的那一位 祂是 永遠 是的那一位 所以 當這位耶和華神呢 向摩西顯現的時候呢 就不是來應許 當初向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時候 所應許的 他乃是來成就 這樣一個應許 所以他藉著摩西 親自帶領這 以色列的子民呢 進到美帝 就是當初他向 他們祖宗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所顯現 所應許的 Amen 所以今天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在 主會部裡面的聖徒 感謝主 今天神 還不是 不僅是向我們應許 更是來成就 那樣一個應許 Amen 所以我們今天在 我們的照會生活裡面 我們就能夠享受 神 所成就的 這樣的一個應許 Amen 所以我們不僅是 神 這個神呢 不僅對我們來說 是伊勒沙黛 他更是耶和華 Amen 好 那講到耶和華呢 他也是這位善意神 所以他講到 他耶和華神的時候 不管是對摩西也好 對以色列的子民也好 他都是說 他是亞伯拉罕的神 他是以撒的神 他是雅各的神 他不厭其煩的 好 告訴摩西 也告訴以色列的子民 他是亞伯拉罕的神 他是以撒的神 他是雅各的神 這告訴了我們 向我們啟示 這位耶和華 他是三一神 Amen 好 講到他對亞伯拉罕來講 他是那位父神 這以過我們在讀 創世紀的時候呢 都讀過了 他呼召了亞伯拉罕 稱譽亞伯拉罕 使亞伯拉罕能夠平靜而活 且活在與他的交通裡 他像這位 這個以撒 所表征的 這個是子神 他祝福了以撒 使以撒呢 承受了 這位亞伯拉罕 給他的一切的豐富 過這個享受豐盛的生活 並且活在平安當中 那他也是雅各的神 表示 表真這位耶和華神呢 他是靈神 使萬有都互相效力 叫這個亞伯呢 得著益處 然後變化亞伯 使人在神聖的生命裡 成熟 所以這邊都講到 這位三一神 如何祝福了亞伯拉罕 以撒和亞伯 同樣呢 這位三一神呢 也祝福了我們 所以在我們每一位 弟兄姊妹的身上 我相信呢 我們都看見了 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 神如何呼召我們 神如何稱誼我們 神如何使我們 能夠平靜而生活 神如何使我們 能夠在今天的 造位生活裡面呢 不斷的更多的享受 這位包羅萬有的基督 祂也藉著各樣的環境呢 來變化我們 使我們得著益處 最終要使我們生命 展大成熟 所以感謝主 耶和華是這位三一神 祂如何臨到了亞伯拉罕 以撒和亞各 如何祝福了他們 在他們身上呢 做了這樣的一個事情 祂也要臨到我們 在我們每一位 弟兄姊妹身上 親自有這樣的一個代理 和供應 Amen 並且這位亞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還有亞各的神 祂也是復活的神 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乃是活人的神 所以這也說明了一件事 這個亞伯拉罕 以撒和亞各 他們都必復活 Amen 因為祂是他們的神 祂也是我們的神 Amen 好 那講到 延續到這個新約 講到耶穌 以前呢 我們問起說 耶穌是什麼 意思 我們大家說 弟兄姊妹們 我們都很清楚 耶穌就是這位耶和華神 成了我們的救主 成了我們的救恩 好 但是呢 這篇信息呢 給我們一個更深的看見 其實這位耶和華神呢 就是那偉大的我士 他就是那位耶和華 以往呢 我都沒有特別去注意他 我只知道說 這位神呢 耶和華神呢 成了我的救主 成了我的救恩 大家今天進到這個信息裡面說 Hallelujah 祂不僅是我的救恩 我的救主 更是那我士 我需要什麼 這個我士的下面呢 是一個開的 這個詞呢 他這個詞呢 後面並沒有結尾 我是 點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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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需要什麼 他就能夠供應我什麼 我需要誰 我需要愛嗎 這個 他是我的愛 我需要光嗎 他是我的光 我需要安慰嗎 他是我的安慰 他是 我需要什麼 他就是什麼 所以耶穌呢 他不僅是人 這位拿撒勒人 拿撒勒的耶穌 他也是那位偉大的我士 特別呢 是在 約翰福音裡面 我們知道約翰福音裡面講到 這位耶穌他說 我是生命的糧 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門 我是 葡萄樹 我是 我是 這邊的我是 就是這個 那偉大的 我是 Amen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位耶穌呢 就是耶和華 他不僅是耶和華成了我們的救主 我們叫救恩 他就是那位耶和華 Amen 所以他是生命的糧 他是這葡萄樹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到他那裡 得著生命的糧 我們可以接到這葡萄樹上 得著這生命的糧 所以他就是那實際 Amen 好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來享受 這位耶穌 享受這位基督 因為他就是這實際 他就是我是的 下面的點點點點點點 這些點點點點 都要成為我們的享受和經歷 Amen 好 所以我們今天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到神的面前來 凡是到神的面前來的 必須信 神是 好 就是信 他是這位耶和華 信 他是 下面的這些點點點 給我們的這些點點點 所以 既然他是 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們的生活呢 就是不斷的需要 依靠這位神是 他是 我們不是 他是 供應的源頭 我們不是 所以我們需要來到他的面前 來得著他一切的供應 所以我們這邊所謂的信 就是信神是 信呢 使我們連於這位基督 信使我們連於這位耶和華神 信神是 這位使神快樂 蒙神喜悅 獨一的路 Amen 好 不僅我們要知道 他是耶和華 至終呢 全地的人都要知道 他是耶和華 Amen 所以感謝主 給我們這一篇 非常有供應的一篇 使我天天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Amen 信神是 我要信心的一切道永遠